我从五岁开始学习汉语 但是工作面试却每次都被拒绝 大家好,我叫佩山 我从五岁就开始学习汉语 但是每次工作面试都不曾成功 被拒绝了不下十次 我对汉语非常感兴趣 也很喜欢中国文化 所以我从小的志愿就是想当一名汉语老师 帮助其他非华裔的友族同胞学习汉语 我学了大约有十三年的汉语吧 虽然我可以说一口很流利的汉语 但是许多公司还是对我的汉语能力非常质疑 好了,我们的人事不会再联络了 因此我有了想放弃的念头 嗨,你好,小姐 你好 以你目前的情况来说 靳远桥河下,我遇到了我人生中的贵人 看见他用汉语工作激发了我的好奇心 诶?你怎样得到这份工作? 哦,原来我少了一张万能的通行证 那就是HSK汉语水平考试文凭 有了这张文凭后,我的汉语能力得到了认可 也让我圆了我小时候的梦想 现在我在昆桓国际汉语培训中心当任老师 并且有了三年的汉语教学经验 这就是我的故事 我是佩帆 我是一名汉语老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